大家好 我是女人名的总制作人宛云 这里是多元共荣院警讲 DBTA的延伸报导 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我们会邀请企业经理的人 一起来谈一谈DI 为什么对企业非常的重要 这一次我们邀请到的是 戴尔台湾的研发中心董事总经理 同时也是戴尔商用笔电的 研发副总台 让我们来欢迎 庄宇豪Victor 嗨 大家好 我是Victor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到人民来跟云座 这个谈谈的一个部分 Victor 我要先来问了 为什么 DI对企业来讲 你觉得是重要的事情 OK 对戴尔来讲 我们认为是说 差异化跟创造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一种优势 而且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那在推动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这个多元工容文化的 一个环境的时候 其实郑老师最能够培养 孕育出这个差异化与创造力的一个部分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科技 我们会很夺力在于是说 怎么样的去塑造一个 这个DI的一个 物化功能的一个环境 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 我当时在有一个职缺开出来 是叫产品经理的一个职缺 那但是呢 这个Candidate那时候 我提出来的时候 她是一个女生 而且她是首飞的背景 软体的背景 软体的背景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 她真的就是可以把那个产品做好 甚至是说 她一路上从这个产品开发经理 她在2020年的时候 她是我们台湾研发中心 我们宣布了两个女性副总裁 她是其中一位 哇 那进了的是 当我们的供应链 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们思想也改变了 他们想法也改变了 今天一个软体的背景的产品经理 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一个部分 甚至是做得比其他来的好 这个好不可思议 这是很棒很棒的故事跟历程 我想要特别讲的 为什么多元共融很重要 就是把那个无意识偏见去除以后 其实才有办法真正看到 某一些角色跟某一些职位 它真正需要的质量 可能跟原本想象的不一样 其实刚才我们有谈到 就是谈到了很多是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 往前看 还有很 企业生命是很长的 你们对于未来 就是在DEI这一块 有什么样子的计划 像我们公司在2020年的一个 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 一个training叫做 Be the change 它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I am not different from you I am different like you 意思是说 我不是跟你不一样 而是我们其实都是不一样 那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每个人生的 你五个手指头长得不一样 那每个人生出来 其实都相对的是不一样 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 当公司在慢慢整个这个旅程 在推动这个DNA的部分 那其实慢慢的让大家 能够认知到是说这个差异 而且大家知道差异不是坏事 差异是个好事情 差异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听起来 听到现在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第一个事情是 企业在做实践DEI 其实它不只是 尤其是科技公司 或是创新创意很强的 这样子的公司 它能够很明确的 带来的是创意 创新这种变革的能力 第二个事情是 它还能够去带动 不只是内部的 它能够去带动 这个供应商 供应链 这个产业的变化 它会在这个产业里面 有很不一样的影响力 那最后我觉得 可以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的事情是 关于企业在这一个 多元共融的这个场合 它的沟通 会是有挑战的 但是即使 是不是多元共融的公司 它的沟通本来 就已经存在挑战 只是有没有办法 看见它而已 它有一个机制 去处理它 所以我觉得今天 就非常感谢 可以邀请到 我们的戴尔的Victor 一起来跟我们 分享这个故事 谢谢 谢谢